首先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最新战况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称 俄乌双方仍在卢干斯克地区的 北顿涅茨克市进行激烈的战斗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通报称 俄军将主要军事力量 集中在北顿涅茨克市区 俄军当天在炮火的掩护下 在城市东部的居民区发起进攻 其攻势取得部分成功 双方仍在北顿涅茨克激烈交火 当天 乌克兰南部局势相对平静 乌克兰国防部长利兹尼科夫3号表示 俄军在乌克兰南部 尤其是赫尔松地区并没有向前推进 而是在建造多层次的防御攻势 这说明俄罗斯正试图将冲突 拖入持久战 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 S-300防空导弹系统开始投入赫尔松战场 当天 赫尔松市上空发生强烈爆炸 有媒体认为 这是俄罗斯防空系统击落了乌克兰方面来袭的导弹 俄国防部发言人科大申科夫3号说 过去一天中 俄空天军使用空机高精度导弹 打击了乌克兰多处人员和军事装备集中区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 俄罗斯对乌克兰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之一 是保护顿巴斯地区人民 俄罗斯将继续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直到所有目标实现 俄罗斯地区人员和军事行动